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道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7日第1005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恒指应该值五万点以上 在我们这一条片未开始之前 在这里呼吁一下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可以给个like再支持我这个频道 如果可以把我这条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订阅了我这个频道的话 那就更加没得顶了 我们说回9月份的恒生指数 今天恒生指数终于都可以升了 升了144点 那并不是很多 现在恒生指数依然在18000点以下 现在正在17611点 今天的成交金额大概有759亿 其实如果看回头 你发觉每一个星期 通常都是两天升三天跌 但是overall来说都是跌的 那么我们这个星期 现在就还有两个交易日了 那么到时呢 我们就可以完结了这个9月份 也都是完结了这个第3季 第4季呢 会即将开始的了 那么所以呢 大家密切留意了 RSI呢 现在都是 培位38左右了 没什么方向 所以大家呢 再坐多一回了 至于呢 有个好消息呢 就是我们香港的泳队呢 很厉害了 那这个女孩何思培呢 真是又美女又帅女啊 那么啊 现在呢 100米又破了这个亚洲纪录啦 那么赢了个人的第二面金牌啦 那么理论上呢 马会呢 就应该会给200万给他啦 那么如果加加麻麻其他的奖项加加麻麻的话呢 这次来说 他就丰收啦 那么希望他呢 赢多些 那么为香港人争刚 为自己争刚 为自己的未来呢 做好一个储备 那就更加开心啦 我们呢 讲回上那条片 第1004集先 那么其实呢 昨天呢 就做得很论盡的 原因呢 其实我在这个第1004集的时候呢 在末段的时候 就希望呢 给两句歌词 大家听一听 谁不知呢 整完出来之后呢 原来 Youtube呢 就说我是侵犯人家的版权 所以呢 我条片呢 就不能够呢 是可以得到一些的报酬 所以呢 我唯有呢 就重新改过 那么改过的时候呢 谁不知又 这么不幸呢 自己乱了大龙 就将1003集呢 都删掉了 那么后来呢 又补回上去啦 所以呢 有时呢 这些东西就是 论论论论论咯 那么1003集呢 之前 呃 做下的东西 或者是 那些人看过的view呢 都可能未必算钱的啦 所以呢 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呢 麻烦你帮我 不停地 也看回一点点 第1003集啦 那么1004集呢 都做得挺好的 因为呢 又在那里说回这个 郑氏家族的问题啦 那么这个问题呢 很难解决的 只不过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香港的环境呢 就真的很恶劣的 那么每天呢 如果那个 那个恒生指数不断地跌的话呢 每天都有一些 更加低的价位呢 就会出现的 那么很多的那些公司呢 都是跌到一波一跌的 我们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香港 是不是真的差到这样的田地呀 但是 都没办法啦 尤其这个波叔呀 虽然波叔呢 他的资产呢 就没有上市的 只不过是 有很多的其他的 渠道呢 都说呢 其实呢 这个波叔听说 只是欠这个中国银行啦 就已经是欠了800亿呀 有没有那么厉害呢 我真的不知道啦 不过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厉害的话呢 那也是破了个纪录啦 现在呢 要还钱的话呢 都相当之困难啦 兼且呢 我们看到我们香港的 恒生指数啦 历年来的那个情况啦 波动啦 那么另外呢 新世界 大家不用看的啦 因为呢 他的股价呢 一直向下炒的时候呢 个个人的反应 都不是说特别好的而已 那么希望呢 这家公司多多注意 啦 说起来都是叫做四大天王 那你都没理由搞到自己呢 就是为臭万年的嘛 不过呢 我们说回我们的香港的地产市呢 又要提一提这个喔 恒大的前总裁 这个夏凯军啦 早前呢 我有拍片呢 都有提过一下他 就当时呢 就提他呢 就说他已经辞了职啦 而且不知走在哪里的 已经没人找到他 那我打算 咦 那他就应该很稳定啦 咦 但是又不是啦 因为呢 最新的消息呢 讲了因为恒大的那个 债务危机恶化啦 那我听说有报道呢 就说呢 中国政府已经捉回这个 这个夏凯军啦 和这个前财务长啦 这个潘大荣啦 都是呢 现在在中国喔 那还有呢 就应该呢 就应该离不开这个中国的啦 那不知他最后的结果会怎样 但是呢 他应该会是接受这个查问的啦 那么到时呢 他都很麻烦 不过呢 听说许家印呢 这一排都不是很行的喔 因为 他死了还一 族还好一件事 但是他现在不死得的嘛 因为呢 这一小子呢 哇 厉害啦 他就算呢 不可以呢 做到很英雄呢 但是这一小子呢 都有人会记住他 因为呢 他以个人的名义呢 就可以令到一家公司 借下二千 二万四千亿 人民币的债务呢 我想相信呢 暂时来说 应该未必有人可以打破他的纪录啦 如果将来没有的话呢 那他这个名字呢 这一小子都会有人记得他啦 因为许家印嘛 曾经创造了一个这么大的纪录 就算不是赚钱 不要紧啦 付两万四千亿 谁做得到呢 没什么人做得到的 所以现在的碧桂园啦 和这个中国恒大呢 股价都是慢慢向下跌啦 那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啊 这些股票 还有人呢 每天用成亿成亿 这样走来炒他的 那但是这两家公司 随时随地 我要告解 告诉大家听啊 这两家公司呢 如果他的财务状况 这么不稳定的话呢 随时随地呢 都有机会呢 是会申请再停牌的 一旦停牌的话呢 那大家的音乐已经停了的话呢 又被人链住了啦 所以呢 玩这间公司的话呢 希望大家玩得醒目啦 真是有钱赚就赚了它先 如果再等等久一点的话 有没有得翻身就不知道呀 不过突然间 一旦是停了市的话呢 那到时呢 哭都哭不回来的啦 各位 我想呢 和大家比较一下 一幅图 这一幅图呢 就叫做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呢 就大概是三万二千 一百几点左右啦 那其实呢 这一张图呢 你可以看到他由 2000年之前呢 就原本都很好成绩的 不过后来呢 这个日本经济就不行啦 跟着呢 就一直这样跌下去 跌下去最惨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数回去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 就是这个2008年啦 跌到很金的 不过呢 我们要说回呢 日经的指数呢 其实最高峰的时候呢 要数回去这个1989年 这个年底的时候 当时呢 其实他的指数呢 是去到接近了 三万九千点的 但是这个指数之后呢 以后就没有运行了 一直都是向下 不断跌 不断跌 那刚才才说过啦 去到这个2008年的时候呢 就跌到下去呢 相信可能只剩下 六千几点 七千点左右啦 如果就这样看下去的话 跟着 在这个2008年之后呢 慢慢又复甦了 那一直都向上升 那直至到去到这个 2021年的二月份左右啦 当时呢 这个日经的指数呢 就突破了三万点 那现在呢 就去到三万二千几点啦 其实呢 已经是三十年来呢 是算是高峰的 那你说呢 哎呀 现在三万二千点而已 还有多久才可以 爬到三万九千点 然后呢 就可以创一个 从一个更加高的指数呢 那如果幸好的话 因为有巴菲特效应的话呢 理论上 它可以在这个下年 就是这个2024年呢 理论上都应该可以踩得到 就算不行的话呢 2025年都应该可以的了 不过呢 你看到它呢 由89年 去到19年 去到 009年 跟着19年 哇 足足呢 好几十年了喔 那所以呢 这个不是一个 很值得庆幸的日子 但是呢 起码呢 它都叫我捱下捱下捱上来 捱上来 如果我们香港的指数 又捱不捱到呢 但是你都知道啦 人家就已经是 跌到去底部 就向上升回上来 但是我们香港呢 如果我们看回那盘数的话呢 似乎好像不是这样喔 似乎好像刚刚才 掉头呢 向下跌喔 还可以跌得多深呢 都不知道喔 所以现在呢 就想告诉大家听 其实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应该值五万点的 那怎么计算呢 转头告诉大家一下 我们现在呢 看回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 那这幅图呢 就在这个Google里面呢 就拿到出来的 那就可以看远一点啦 起码呢 2000年以前呢 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的 那这一幅图呢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恒生指数呢 大概是一万七千 几点啦 那其实呢 都是开始呢 由高峰是跌下来的 那跌幅呢 其实都叫做可观的 只不过就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叫 跌下来的嘛 那如果我们看回我们香港的股市的历史的话呢 那这个1997年 就是我们回归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的情况呢 就大概应该是 一万四千几点啦 那期后呢 就开始因为回归之后都好过一段时间嘛 那接着就不幸运啦 因为如了这个1998年的这个地产风潮 那就开始呢 开始呢 向下跌啦 那直到呢 去到这个2000年啦 加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沙士啦 那呢 科网股爆破啦 所以呢 就令到呢 跌了一阵下来啦 那跌了之后呢 其实没多久呢 又好返啦 那又再继续上升啦啦 直到呢 下一场的风暴呢 就去到这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啦 那当时呢 那些人说是V型反弹的 的确是的 因为呢 跌了跌得快 但是呢 它升了又升得快喔 所以呢 好似是短短一年之后呢 就在2008年呢 2009年呢 就开始好返啦 那好返的意思呢 就是说收回回大部分的失地啦 不可以说特别好 但是 因为呢 中国的经济好嘛 所以呢 就带动我们香港的港股呢 就由这一刻开始呢 就慢慢升下升下 升下升下 最终呢 去到这个 2018年呢 有一粒星星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历史的高位了 那么当时呢 恒生指数是三万二千几点啦 那么大概几点我就不记得了 我就不记得了 但是三万二千几点就肯定的啦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历史高位了喔 那么由这个历史高位之后呢 就无以为计了 那么一路呢 都是向下跌啦 那么我们由这个 社会运动啦 加上有这个COVID-19啦 那么就连续几年之后呢 那就一路呢 由三万二千几点呢 一路跌下来呢 就跌到现在的一万七千几点 那么其实呢 跌幅呢 都已经差不多接近一半的啦 那么我们香港呢 就运势啦 那么只能够呢 是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够好得回的 那么你都知道 如果好像日本那样 跌都要跌十几年的话呢 我们死火了 2018年才开始跌 跌到下去现在是2023年 喂 都是跌了五年而已喔 那么还有一段时间跌 那么真的喔 因为你如果看到 我们那个恒生指数 如果是跟这个日本是类同的话呢 那么理论上呢 就是好像入境平均指数 由三万九千点 跌到下去呢 只剩下六七千点的话呢 这个这样的印象呢 相信如果香港都要经历一下的话呢 那我们真是害怕了 那怕起来呢 我不是说笑的呀 分分钟跌到呢 可能只剩下五千点呢 到时才可以掉头升上来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可以升上来呢 我都不敢说呀 因为呢 我们香港的经济衰退呢 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 到底要挨多久呢 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保守估计呢 如果像日本那样 2053年呢 就会好回了 过了2047了喔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有没有命 等到这一天的来临 所以呢 我们有生之年 都未必可以见到我们香港呢 重拾当年的 高峰 就是这个 三万二千几点了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我都希望有啦 其实呢 我们做一个假设的问题呀 如果我们在香港呢 在自从回归之后呢 都是无风无浪的 那每年都平平稳稳地增长 也都不会有些什么 大约的政治问题呀 经济问题呀 或者是那些 政府与政府之间 沟通的问题等等的东西呢 那我们呢 其实可以呢 发得很大 我们恒生指数呢 没有理由有这么多中资股 要走来我们香港 是不是 又集资都这么多钱 市值又这么大 最后搞下搞下 都是得个吉 那就没可能的嘛 那我们说回去这个 1997年的6月29日啦 当时的恒生指数呢 就是没回归之前啦 最后的一天啦 就是14823点 就是14823点 好了 如果我们假设 每年恒生指数都以5%的增长 其实不是很多啦 对不对 每年用5%的增长的话呢 其实 经过这么多年 到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的恒生指数呢 今天应该呢 恒生指数应该有52,750点才对的 当然当然没有啦 对不对 那你说 如果不是5%的话 那4%呢 4%都应该有41,000点啦 就算每年 只得轻微的3%的增长的话 都应该升上去呢 就是差不多去到这个2018年的高峰 就是应该是回到这个32,000点左右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我们根本呢 都没有回到去 因为我们现在呢 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 只有17,600多点而已 那你可想而知是多么惨的 那这儿呢 就是我们今天最新的情况啦 就是这个 蓝筹股啦 我只是拿一部分出来和大家说啦 那么其实呢 如果我们计算到最高峰的时候 恒生指数可以去到52,000点的话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刚刚好呢 就是现在的三倍 那么现在的三倍 就是什么概念呢 说出来都会令人兴奋的 譬如好像长和那样 应该升三倍的话呢 就应该去到一百二十几元的 那么中电应该去到一百七十几元的 甚至汇丰应该是一百八十二元的 但是有没有呢?没有的嘛 恒生指数或者恒生银行 应该现在应该值成二百八十几元的 这些全部都没有可能实现 但是今天没有 不代表明天没有 永远没有 以后没有的嘛 那么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指数升上去啦 但是这个指数能不能够升上去 到底要等多久才能升上去 其实我们香港的运程是不是已经走完呢? 我也不敢说 只不过呢 现在天天看着恒生指数不断跌的话呢 没有来神气 兼且有这么多的中资股 杀到来 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香港应该要很饱满才对 不是好像现在这样 收到皮包骨 完全毫无动力可言的 有空就弹了一点 都是靠内地的消息来撑着牆 如果撑不住牆的话呢 根本有机会 我们的股市就会继续跌下去啦 你看到我们现在都不放好在哪 加上楼价又开始不行 利息又上升 外环境又不好 政治那个风险又大 地缘那个战斗的风险又多 这样加加起来 我们香港什么时候会有运行呢? 我也不敢说了 不过2047年之前 恐怕都应该没什么运行 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好些 在这条片的末段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那个消息其实之前已经听下来的了 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波音啦 或者Airbus啦 究竟用不用紧张呢? 因为中国现在在这个 客机方面已经有这个国产的C919啦 我听说订单很夸张啊 订单已经多达1061架那么厉害的 不过呢最终呢只是交付了两架而已 而这两架呢都是在内地用着的 就是这个东方航空呢 就暂时在用着 不过呢我们也听得比较多些的 就是这个C919呢 周不时呢都可能会有些事件发生 那这段时间当然没有啦 但是呢有事发生的话 当然不是好事来的 因为呢如果这些飞机的话 坐着飞机 怕什么呀 一跌下来肯定就死定了啦 但是呢 他们现在 除了在研发着 或者继续生产这个C919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型的 叫做C929呢 也都在初步计划当中啦 因为这一架的 再新一些的飞机呢 它的座位呢 就会是 不是再百多人那么少的啦 就会载成这个250人 至到350人 那就属于一个大型的飞机来的 那这个航程呢 可以飞达是12000公里 那应该呢 都可以由香港呢 勉强都可以飞到加拿大 那么 中途需要加油呢 那就要看看它的engine呢 究竟省不省有啦 那有最新的消息呢 也都说了呢 除了这个国内的航空公司 自己用回这个C919之外呢 兼且有一个新的订单啦 那这个新的订单呢 就是来自这个文来的一个航空公司 那么它呢 就向中国呢 就是意向价呢 就想订购呢 是15架这个C919 还有另外那15架呢 就是这个叫AR-J21的飞机 那么30架加上呢 总值呢 就是20亿美元 哇 那么这个都是 一个大生意来的喔 那么 那么这次这个 国产C919呢 是第一次接到这个海外订单啦 所以呢 最重要做得好啦 不过呢 文来都讲到明的啦 那我们会调查到很清楚的 要make sure你那部机呢 是没问题的话呢 才可以用啦 不过如果可以飞的话呢 都要去到明年的第三季呢 交付了之后呢 就可以正式用啦 那么希望它好啦 那么C919呢 其实呢 标榜为这个国产的飞机呢 其实某部分呢 的零件啊 或者设备呢 都不是说自己国家可以生产到的 听说这个国产化率呢 就大概是六成左右而已 那么其中呢 包括了这个飞机的引擎啦 这个航空的电子设备呀 控制系统呀 通讯呀 起落架这些等等的呢 都是要靠外来的人呢 是供应才可以做得到的 不过中国就说 哎呀我们现在做到这样 已经很厉害的啦 不过呢 我有位 识得这些这样的engine的朋友呢 就有提过一个问题的 他说呢 虽然现在呢 这个C919呢 用着的这个engine呢 是可以飞得起啦 那么其实呢 这个呢 已经是比其他的 最先进的engine呢 已经是落后了 起码两代的 那么这个两代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外国人呢 可能给这个engine 给你用没问题的 只不过这个engine呢 是不会省油咯 现在飞航行呢 都要讲省油的嘛 那么譬如好像这个Airbus 那么他们已经有 最新的飞机 已经在用一个最新的engine 那么别人的航程呢 又可以飞得远啦 又可以省油啦 那么这个呢 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但是如果 你的C919是 是比你飞得起呀 只不过你的油呢 是用得多的话呢 其实算下条数呢 呃 面就有的 但是呢 飞起上来呢 如果要浪费很多油啊 成本油高的话呢 那不知哪一家航空公司呢 会肯去用这一样东西的 因为呢 无论是Airbus也好 或者是这个波音飞机也好 他们现在呢 最新的飞机呢 都是非常之先进 或者是非常之轻的 那么现在 比如好像由香港飞加拿大那样啊 以前那些大飞机呢 是要用四个engine 就是两个大两个小的 那么现在呢 两个大的已经够飞了 有余啊 兼且呢 是不需要停下来的 以前呢 还要在阿拉斯加停一停 入一入油 或者换一换人呢 才可以继续飞 现在不用了 有一次个由香港直接飞到去多伦多呢 是完全不需要停的 那么这些呢 是可以省到油才有用的嘛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 C919呢 他们的engine 如果是要自己研发的话呢 希望它研究得好些啦 因为始终 那个engine是别人的话呢 别人怎么会给一个最新的给你呢 就是一个合理的商业逻辑来说的话 我没理由给一个最新的engine给你 等你来跟我争点客户的嘛 就算是给你的话 都给起码前两代给你 不是不让你飞 只不过呢 如果航空公司要用的话呢 没理由 用一个engine 是不省油的嘛 那这个是一个情况啦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也是在看这个波音的公司的股价啦 因为如果是对这个波音公司有冲击的话呢 那就希望它股价跌得深一点啦 以前呢 我试过炒卖过它呢 大概是110元120元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歌仔唱的啦 希望呢 这个C919呢 带来一些的压力 令到这个波音航空公司的股价呢 就跌得深一点 那么到时呢 再来这个投资的话呢 从中赚一下外快 那就最好了 好了 这一集呢 就讲到这里为止啦 希望各位呢 继续支持我这个频道啦 感激感激 感激感激 我们先不要 time 来